化身為聖誕老公公的 基隆市議員童姿衛 跟著同樣精心打扮 慶祝聖誕節的小朋友們 一起唱歌跳舞 更分送精緻聖誕小禮盒 給每一位小朋友 小朋友們都很開心 開不開心 開心 為什麼 開心 你知道這是什麼節日嗎 聖誕節 你拿到聖誕禮物開心嗎 有多開心 對於展現十足親和力的童姿衛 特地來關心小朋友的學習環境 並且一起同歡樂 家長既肯定又高興 我覺得小朋友很開心 對 然後他們都很期待 拿到禮物大家眼睛都發亮了 也就是一個跟議員 然後老師跟孩子們一起同樂 真的很開心 受到家長及南農非營地幼兒園的 邀請基隆市議員童姿衛 特地到位在南農國中 關心由伊甸基金會經營管理的 南農非營地幼兒園 而在聖誕節前夕童姿衛特地變裝為聖誕老公公 跟小朋友們一起同樂 也強調除了會持續為非營地幼兒園 爭取更多設備之外 也已經在附近規劃一個公園 提供家長和小朋友們優質的休閒遊玩場所 我想今天非常開心來到我們這個南農的非營地幼兒園 今年成立第二年 那我們今天特別利用耶誕節的前夕 來跟小朋友同歡 然後共度聖誕節 那今天看到我們這個伊甸基金會 在把我們非營地幼兒園經營得非常的成功 然後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熱鬧 我想非常的感動 我們南農路這邊是我們比較屬於 相對老舊的社區 看到小朋友這麼有活力 我想我們這個社區都整個 這個熱鬧了起來 我們在旁邊也現在正在準備新建一座公園 希望未來小朋友下課或是上學的時候 都可以在這邊做跟家長一個互動跟遊企 那我想我們會提供更多的資源 給我們的非營地幼兒園 剛剛園長有特別跟我說 我們兩歲的需求其實特別的多 在我們基隆市目前來說 那也非常感謝佑昌市長 以及蔡英文總統在我們幼教政策上面的努力 我想我們會減輕非常多的負擔 那我們會持續的跟政府來爭取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年輕的家長放心的上班 然後有良好的教學環境 整個我們基隆市可以更好 上山節快樂 上山節快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